哈喽,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,国有仙侠剧一直可谓是电视剧收视的扛把子,不仅巨红,演员也可能因此一举飞升。 近日网友票选出了最受大家喜爱的仙侠男主,让我们一起看看都是谁吧。 最受网友喜爱的仙侠剧男主角第十名,陈希元·张震。 由妮妮张震主演的陈希元,未开播前一直被吐槽是老少恋,不过开播后两人就用演技来证明实力, 在豆瓣上也拿下8.3的超高分,而其中饰演战神九成的张震,性格沉稳,心思缜密,法力高强,表面高冷,内心重情重义,以守护天下苍生为己任。 九成知道灵溪只是个过躁的单纯善良的小弟仙,完全没有什么阴谋诡计,更和魔族本身扯不上什么关系, 仅仅是因为在幽都山沾染上了魔器,拥有了神魔之力,背负上自己不想要的命运。 为救生染魔器的灵溪,九成借故斩杀了她,暗中却用神农顶为灵溪重塑肉身,送她下凡力节洗去魔器。 虽然她看古装造型会觉得还好,但是只要一开看陈希元,就绝对会被她的演技和魅力给迷倒。 三生三世都深情守候着妮妮饰演的灵溪,让人觉得又虐又甜。 最受网友喜爱的仙侠剧男主角第九名,花千谷霍建华。 霍建华自从与赵令合作花千谷后,就获得了仙界第一美男的称号。 剧中白泽化超凡而孤高,冰凉而淡末,温润如玉又云淡风轻。 原无所牵挂的她,在群仙宴上初遇天煞孤心花千谷,明知是自己的婆娑节, 仍不顾众人劝阻收花千谷为徒,许下此生只受一个徒儿的承诺。 从此为她操作了心,她不幸命,冒险替花千谷逆天改命, 呕心沥血教导花千谷,为救花千谷身中剧毒命悬一线, 在花千谷放出妖神闯下大祸后,依然为她承担起大不罪责, 带受64根小魂钉,伤重昏迷。 花千谷囚禁长流海底,她已相伴左右16年。 霍建华在剧中长流上仙白子化的古装扮相真的太帅气, 配上高冷、沉稳的形象,以及充满情绪演技的眼神, 当时真的让不少粉丝心动沦陷。 至今,只要一提到人气仙侠剧男主角,霍建华绝对榜上有名。 最深游戏爱的仙侠剧男主角第八名苍蓝爵王鹤蒂, 东方青苍从开头一路霸气到大结局, 每次都站出来呼吸,用情至身至死不渝。 作为高傲自大的神塔,一点点去学会爱,去放弃,去牺牲。 这样一个高高在上,冷酷霸主对待感情却很认真专一。 有安全感总会在女主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, 轻微占有欲,女主要在视线范围内陪伴感, 女主想做什么都会陪伴左右, 真的没人能不被她给全粉。 再加上这次的古装造型真的太帅气, 也非常适合王鹤蒂,完美衬托出了月尊的高冷感。 最终王游戏爱的仙侠剧男主角第七名, 三生三世枕上书高伟光。 高伟光在三生三世枕上书中的帝君角色也是无人能抵, 完全没人比他更能驾驭白发紫衣的造型。 而帝君的角色设定是战无败继, 兵行必胜的天地共主。 人物性格也十分讨喜, 东华帝君虽然表面上对人态度冷淡, 但是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心地善良, 懂得感恩,非常重感情的一个人。 生活中喜欢捉弄凤九, 但其实对凤九也是温柔到不行。 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, 凤九和小燕君一起去寻找平泼果。 凤九因为迷路遇到了东华帝君, 当渺洛想要伤害凤九的时候, 帝君毫不犹豫地, 一下子就挡在凤九的前面。 虽然保护了凤九,自己却受伤了。 凤九生病了,帝君也不怕击痕误会, 把凤九带到自己的房间里细心照顾, 还亲自给凤九端药。 凤九让帝君小声点说话, 害怕让几横误会, 而帝君却非常调皮地对凤九说, 我为何要跟他解释, 我觉得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 这样的好男人形象真的会立马爱上。 最受网友喜爱的仙侠剧男主角第六名, 香蜜沉沉静如霜,邓伦。 邓伦在香蜜沉静如霜出演的角色, 火神续凤, 勇敢猛撞,热情真诚,正义坦荡, 数次就紧密与危难之中。 紧密下凡历劫时, 续凤想都没想就冒着被天地责罚的风险, 跟着紧密去了凡间。 说明续凤是把紧密放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上的。 剧中有段剧情, 续凤在确定紧密真的决定于夜神润玉成婚时, 没有勉强其改变决定, 只是将她的头发贴于自己的内单之处, 可见紧密在她的心中位置之重要。 尽管她很爱她, 也不让她为难, 宁愿自己吞下苦楚, 至今这个角色依旧是堪称经典的存在。 皮肤白皙丹凤眼的邓伦, 除了非常适合剧中红金色的服装, 也很符合火神的形象。 即使之后黑化成魔尊, 帅度也是不减反增。 最受网友行爱的闲侠军男主角第五名, 招瑶徐凯。 比起时装造型, 徐凯的古装造型反而更令人惊艳, 尤其是招瑶中的魔王之子历尘兰。 还看一身黑衣出场时真的帅到不行。 立成岚温柔, 默默用生命守护女主, 为女主受再多伤也不吭声。 记住女主的一颦一笑, 即使女主隐身也能找到她, 哪怕女主是故意整她, 她也甘之如意。 明明自己受过很多苦难, 她没有埋怨这人间, 在所有人都以为招瑶勇敢坚强是个有力量的魔头, 只有立成岚看到了她坚强外表下曾经受过的苦。 剧中她无怨无悔, 对女主角专情如一的形象也掳获了不少粉丝的心。 最受网友喜爱的仙侠剧男主角第四名, 《与君初相识》任嘉伦。 任嘉伦布置演技好, 从大唐荣耀锦衣之下到周深如故的古装造型, 也都让人印象深刻。 今年与迪勒巴主演的《与君初相识》恰似固人归, 在剧中饰演长矣, 原先娇人的形象单纯可爱, 之后变成北渊王归来, 霸道高冷的形象让人又爱又恨。 在第一部《与君初相识》时, 她是天真单纯又好片的大尾鱼, 吃饭要撒娇, 生气要人哄, 洗澡还娇羞, 任嘉伦的演技实在是绝了, 各种蠢萌的小表情细腻到位。 第二部恰似固人归, 常异化身负仇归来的北渊王, 从小白鱼变黑鱼, 霸道冷酷沉默寡言, 对云和又爱又恨, 前后角色反差极大, 虽然很略, 但又无法不陷入她的魅力之中, 而且后期穿着黑衣配戴耳钉的造型真的太帅了。 最受网游戏爱的闲侠剧男主角第三名, 琉璃诚意, 去年的黑马古装剧琉璃真的捧红了许多主演, 包含成艺元冰岩刘雪义等人, 而作为男主角的诚意, 也凭着思凤一决终于熬出头, 小说原作者十四郎对思凤的评价, 是温柔的少年感, 是对爱坚定不移的专注, 是孤身扛下所有的隐忍, 是用大爱救赎罪孽的伟大, 思凤最让人心疼的是从始至终都有着超正的三观, 剧中最经典的台词也反映了这一点, 因为一个人无法给你回应就杀了他的人, 不配爱人更不配被爱, 而诚意在剧中疯狂受伤吐血, 除了获得史上最苦情男主角称号外, 凭着惊艳众人的古装造型, 也跃升成为古装男神的行列, 第二名, 长月静明罗云熙, 虽然这部还在带播, 但罗云熙在长月静明造型公开时, 微博上的讨论度直逼爆表, 黑金色的装扮与造型真的太华丽太霸气, 完美符合了魔王谈台镜的角色, 让粉丝都期待这部赶快开播, 长月静明由白鹿罗云熙二度合作主演, 讲述仙门之女黎苏苏, 穿越回五百年前, 设计让魔神谈台镜无可救药的爱她后, 再抽出她身上的摩根拯救天下苍生的故事, 最受网友喜爱的仙侠剧男主角第一名,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赵又婷, 夜华这个角色最吸引人的是一种真实感, 角色设定上她是为苍生而生的, 也是从小按照储君的路子培养的, 为天下苍生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责任, 是她逃不掉的枷锁, 身份枷锁背负厚望, 没自由, 她不是没做过努力是都失败了, 对待女主专一又深情, 虽然与其他几位男演员相比, 赵又婷的古装扮相真的比较没看点, 但由于她的演技真的太好, 因此被拥有整容式的演技, 赵又婷饰演的夜华个性沉稳内敛, 眼神也充满了演技, 让粉丝深陷其魅力, 即使不靠造型只靠演技加分, 也依然能够迷倒千万粉丝, 谁会最受网友喜爱的仙侠剧男主角, 你最爱哪一个呢?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! 感谢观看